你有没有经历过纪事感? Di-ja-vu 你就是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是否曾经想过 这种感觉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 它可能会让你对纪事感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想象一下 我们的宇宙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多元宇宙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多元宇宙体系中 每个宇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物理定律和处态条件 使得每个宇宙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未来 在这样一个宇宙体系中 存在着无数个平行与宇宙 每个平行与宇宙都与我们的宇宙类似 但是又有着微小的不同 假设我们的宇宙与某个平行与宇宙之间 存在着微弱的联系 当我们经历纪事感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进入了与我们宇宙相似 但是略有不同的平行与宇宙 并且与那个平行与宇宙中的自己共享了同样的经历 在这个平行与宇宙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微小的差异 例如同样的场景中出现了不同的人或事物 或者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地点略有不同 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呢 根据一些物理学理论和实验 我们知道存在着量子纠缠 和爱因斯坦所谓的鬼影距离等奇异现象 它们是指在量子力学中 两个相互作用过的粒子之间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 即使它们相隔很远 也能够彼此影响 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纠缠 它是量子力学最神奇也最难以理解的特征之一 爱因斯坦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因为他认为它违反了它的相对论原理 即没有任何物理信号能够超过光速传播 然而 近年来的实验表明 量子纠缠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可以在实际系统中观察到 量子纠缠不仅具有重要的基础物理意 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例如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 量子密码等 这些现象表明问题系统之间存在的非常微妙和神秘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因此 我们可以想象 在多元宇宙的框架下 存在着一些非常微妙和缜密的联系 这些联系使得我们的意识 能够进入到与我们宇宙相似 但是略有不同的平行宇宙中 产生既视感的体验 这个假设听起来很神奇吧 但是 如果你仔细想想 你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首先 玻璃学家已经证明了平行宇宙的存在是可能的 根据多元世界解释 每当量子系统发生测量时 就会产生一个分支点 导致不同测量结果对应不同的世界 也就是说 在某些平行世界里 你可能会做出不同于本世界里你所做出的选择 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 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科学家 艺术家或者总统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但其实有一种物理学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可能性 这就是多世界诠释 例如 当你抛硬币时 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朝上 都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 并与原来的世界分离 在一个世界里 你看到了正面 在另一个世界里 你看到了反面 这样一来 所有可能性都会实现并形成无穷无尽的平行宇宙 其次 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既视感背后 可能涉及到大脑中负责记忆和空间感知的区域 当这些区域受到一场刺激时 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让我们认为当前正在发生 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在过去发生过 也许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这些区域能够接收到来自平行世界里 自己意识传递过来的信息 并将其无认为本世界里自己记忆中已有 或于其中即将有的信息 那么 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 才能够实现这种跨越平行世界之间意识交流呢 我认为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时间 如果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微小但重要的差异 也许意识交流会更容易发生 比如说 在A世界里 你正在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红色汽车时过 在B世界里 你也正在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红色汽车时过 但是 在A世界里 汽车时过时刻比B世界里稍早几秒钟 如果此时要世界里 你一直传递信息给B世界的你 B世界里的你就会产生既视感感觉 当然 这只是一种虚构的想象 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来证实多元宇宙和平行宇宙的假设 更没有证据来证实既视感的真正理因 然而 这种想象可能会让我们思考意外的可能性和神秘性 以及我们对宇宙和自己的认识或理解是否存在限制 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 来尝试解释既视感这种神秘的现象 同时也可以思考我们自身的意识和感知如何与宇宙产生联系和互动 除了物理学 我们也可以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既视感 哲学家们常常探讨自我和身份的问题 如果存在多元宇宙和平行宇宙 我们的自我和身份是否仍然保持不变 或者说 我们的自我和身份 是如何跨越不同宇宙和时间的 这些问题也可以引导我们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和认识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既视感 可能涉及到一些关于知识 真理 记忆 意识和存在的问题 例如 我们如何区分真实的记忆和虚假的记忆 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所经历的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幻觉 我们如何解释我们与自己或他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我们如何理解时间和空间对于我们存在意义的影响 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一些不同的哲学流派 或思想加来提出不同的答案或解释 例如 唯心主义者可能认为既视感 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灵魂或前世记忆的证明 唯物主义者可能认为 既视感是一种基于神经生理机制或环境刺激的自然现象 存在主义者可能认为既视感 是一种表达人类对于自由选择 和生命意义困惑和焦虑的方式 后现代主义者可能认为既视感 是一种反映社会文化构建和多元真相相对性的现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既视感 可能涉及到一些关于认知 情绪 动机 个性和异常心理等方面的因素 例如 我们如何解释大脑在处理信息时 产生既视感的原因和机制 我们如何评估既视感对于个体情绪 状态和行为决策等方面有什么影响 我们如何区分正常范围内既视感 它病理性既视感的标准和特征 我们如何探索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 文化背景 教育水平等方面对于既视感的频率 强度 内容等方面有什么差异 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一些不同的心理学分支 或方法来进行不同层次或角度的研究和应用 例如 神经科学家可能通过脑电图 或功能性核实共振等技术 来探测大脑在既视感时活跃区域或神经地质变化 认知心理学家可能通过实验室任务或问卷调查等方法 来测试个体在既视感时的注意力 记忆力 判断等能力 社会心理学家可能通过情境模拟或角色扮演等技巧 来模拟个体在既视感时与他人互动或影响他人态度 临床心理学家可能通过诊断评估或心理治疗等手段 来帮助遭受既视感困扰或引发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 总之 既视感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现象 它引发了我们对宇宙和自我认识的思考 多元宇宙和平行宇宙的假设 为解释既视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视角 这种可能性和视角 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宇宙的本质 也让我们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和认识方式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这种假设的真实性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探索更多的科学和哲学领域 不断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来探索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奥秘 本期视频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